2023年央视春晚精彩分成,出了节目口口相传,演员们的穿搭造型也备受关注。 春晚结束后,热情的观众把演员同款发出,掀起了一股同款防潮。 张若云在春晚观众席吃鸡照片火了之后,不少商家嗅到了商机。 连夜赶工将张若云绘制成手机壳,笑亮大火。 当然除了手机壳,明星们的穿搭才是观众盖着同款大浪潮。 只是明星们的同款价格不一,有人穿特别定制款,有人却穿百元款。 同为顶流花的杨子三套顺之不敌赵丽颖一件单品。 杨子在小兵马上道中穿的这件红色大衣,一出场就吸引了众人的目光。 喜庆的颜色,杨子笑叶如花的脸都为这件大衣填上几分滤镜。 随后杨子的同款已被火速扒出。 红色的大衣价值19000元左右。 和包包的价格相当,靴子也同样价格不菲。 仔细看杨子这件大衣。 款式简约时尚,也不会太调场合和身材。 是很接地气的一款。 因此很快便被热情的观众抢到圈货。 除了这套造型,杨子的另外几套造型也可圈刻点。 杨子的另外一套造型是一件黄色大衣,价格6500元。 内搭的条纹毛衣也是超过千元的单品。 一身下来同样时尚利落又不挑场合。 充满了让人眼前一亮的喜庆之感。 当然除了休闲款,样子也有李琴款。 他穿着蓝色的抹凶李琴站在C位。 虽然是过季的2022年秋冬系列,大颜值确实不容小觑。 杨子的三套造型风格不一,各有各色,价格也相当不菲。 但看完赵丽颖的造型,网友不免感慨,杨子三套造型不离赵丽颖一套。 赵丽颖在春晚上的两套造型,都是中国设计师特别定制的礼服。 都说奢侈品有价,定制无价,赵丽颖这两身李琴的珍贵程度可想而知。 赵丽颖的中国风墨珠礼服造型端装又大气,李琴是特别定制。 项链和戒指也是超过万元的单品,十分奢华。 再看赵丽颖的另一套造型,是娇俏可爱的中国红连衣裙,也是为其量身定制的明蓝蹄花李琴。 而环价值28000元,戒指更是接近7万元,十分奢侈。 因此,有网友感慨,赵丽颖一套抵过过杨子三套。 不过也有网友透露杨子这一身造型其实也价格不菲。 网友表示杨子这身蓝色李琴所佩戴的珠宝来自英国皇家,价格在百万左右。 并感慨杨子简直是带了一套房在身上。 不过也有人表示价格不是重点,因为定制是无价的。 赵丽颖的造型之所以珍贵,是因为她是设计师量身定做的。 此次春晚,有三人获得特殊定制。 除了赵丽颖,还有两位主持人。 春晚主持人马凡叔王嘉宁穿的便是特别定制的款每一件都端装大器。 除了这些价值不菲的穿搭。 春晚同样有许多接地器的款式,沈腾在小品坑里面穿着的马甲价格仅仅109元,十分接地器。 赵小慧在给我一分钟中的珍质毛衣反而价值6000多元。 秦兰的小品被指太尴尬,但她的穿搭却备受吹捧。 一播出后,这件绿色毛衣便成功受庆。 秦兰这身穿搭同样十分接地器,都是千元左右的单品。 精进的这身穿搭也是很生活化的单品。 很多人都被她蒸草。 无论是粉色的毛衣还是喇叭的裤子,都套着时髦有饭也难怪如此收追捧。 造型作为表演第一部分,在节目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。 但不管是平价款还是高奢款,只要契合角色就是成功的。 春晚气氛组